終於有一天可以試到這麼高級的食物 貓糧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澤南俱樂部 話說呢 從小到大都很想試一下 貓和狗的食物 所以呢 今次有位觀眾跟我們說 貓的罐頭 即是吞拿魚罐頭 再加一個威化餅 好像我們平時吃開的一個包裝 就是一個罐頭 吞拿魚罐頭加威化餅 十幾元一個 所以今次呢 我是很喜歡吃那一隻 吞拿魚罐頭加威化餅 我小時候是經常吃的 但是我沒試過吃貓糧 所以今次呢 就混合了這個威化餅 我選了我自己最喜歡的威化餅 就是 就是這個千島威化餅 對 再加上呢 六個不同口味的 貓糧 我不知道自己頂到多少 如果我吃到第一罐 已經說很難吃的時候 我不會再試其他幾罐 為甚麼濕汁的 不好意思 很漂亮 混蛋 那我買了什麼罐頭呢 跟大家說說 燒汁 吞拿魚和番茄 雞肉拌 車打芝士 燒汁 三文魚和蝦 吞拿魚車打芝士 吞拿魚和菠菜 為甚麼全部都是用燒汁做的 對 這裡還是燒汁 燒雞 這裡就是燒雞 你是不是在同一格買的 不是 不同的 其實它有一季 但你全部都是同一格拿 不是 因為我們 甚麼 我不想說那個字 別人說我們飯 它買六個便宜 三十多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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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 我以為一個三十多元 那倒不會 我聽人說 那些貓糧、狗糧 那些罐罐很貴 是呀 是會很貴 這個是 便宜的東西 這是罐罐裡面的法拉里 已經是法拉里級了 是呀 三十多元六個 我看到有特惠牌 十多元有六個 但我不敢吃特惠牌 這排好呀 不錯呀 吸引嘛 我們事不宜遲 我看到最吸引 我 想試一下 因為我看到有芝士 其實貓吃得芝士 貓可以嗎 對呀 所以我就想試一下這個 吞拿魚 看看 看看 吞拿魚拌這個 車打芝士 那我事不宜遲 我們開給大家看看 那馬上開這個 車打芝士 拌吞拿魚 究竟是甚麼樣子 好臭呀 好臭 好臭 暫時OK 暫時 來呀 我們來見 啫喱 嘩 可惡 不是 還是有點碎肉 還好的 感覺 看見都覺得很醜 真的有芝士 還有粟米 那粒粟米來的 有芝士 哇 哇 哇 超級料理 哇 這一滴是甚麼事 神來一滴 哇 這就是傳說中的車打芝士 配這個 貓咪的糧食 吞拿魚 貓咪的糧食 應該沒甚麼 放心 嗯 好臭的罐頭味 很腥的罐頭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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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了快點 好來呀 我們事不宜遲 數三聲 3 1 好吃 2 1 芝士味 我吃不到 吞拿魚味 挺重 我說一樣 你們不會相信 好不好 不難吃 雖然它水了少少 但是 它有我之前吃的 吞拿魚味道 告訴我 老實說 我一直這樣攪 它會不會變成納豆的形狀 有 它後勁很厲害 它有腥腥的味道 所以貓咪才這麼喜歡吃 因為它是腥 對呀 打了空氣進去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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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們來試這個 吞拿魚的菠菜 嘩 這個應該厲害 綠不綠 也不是很綠 不是很綠 給大家看看 它大概是這樣的 綠綠的 少許綠 又有菠菜汁 感覺 在上面 真的有一股 真的有一股菠菜味 嘩 快點吃 吃吧 怎樣 不知道是否因為它的菠菜 令它的腥味沒有了 這個沒有了腥味 不是 不是 是嗎 是呀 可以慢慢的 適應了 它這隻真的沒有什麼腥味 我覺得自己慢慢變成一隻貓 咖啡貓 變成一隻貓 燒雞 這樣跟這個吞拿魚應該有少許不同 讓我給大家看看 不是呀 一樣 它的形狀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乎肉也是 它是雞還是吞拿魚呢 這次 嘩 這個好難吃 不要緊 快點吃完 嘩 這個好難 它沒有什麼味 嘩 是什麼味 雞腥味 放在我口 快點 快點 放在我口 嘩 它有一股 像你說的那種雞的 腥味 腥味 我未吃過雞有這個味 或者是一個放了很久 在溫室放了很久的雞的味 好 這個就是 雞肉本車打芝士 希望有得夠 為什麼你要夾它 摸摸罩 哈哈 摸摸罩 來嘩 嘩 嘩 我覺得這個跟剛剛那個差不多 我覺得應該是 通常那間公司是用開老雞 整間公司都是老雞 它這次很 嘩 哇 混蛋 哇 雞肉是 雞肉是賴好的 苦苦的 苦的 苦的嗎 小心啊 這個老雞可能有性病 哈哈哈哈 鴨魚肉蝦都應該不會是這樣的 蝦呢 它應該是用蝦粉 幫你調味 我不敢撒那麼多 我撒一口試一下 滴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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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浪費 我撒一口試一下 免得觀眾說可以浪費 我撒一口試一下 那水呢 嘩 嘩 你不要碰我 整塊吧 看到嗎 哈哈 哈哈 你這樣吃不到什麼 波波 可以 好 下一個 哈哈 下一個 下一個 那這次就是這樣 大家想我們挑戰什麼 不妨再在校園留言 我們都會嘗試挑戰一下 喂 留言叫我CAN吃屎 哈哈哈哈 那記得留言訂閱 like 喜歡我們的就follow我們的IG 那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